为何李嘉欣不敢参加赌王的葬礼,却在半夜晒出与陈百强的合影?这真的是挑衅吗?何超琼只做了一件事,就让他输了。赌王试图夺走过去的荣耀。他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了澳门的经济发展,所以此后的葬礼也很轰动。一家人为游戏之王组织了为期三天的告别仪式。同日,各界名流、商界人士、政界人士和军方人士到场慰问。 可以说,香港的富豪都聚集了,而这些人最让人惊讶的是,他们的前女婿许锦衡也参加了。葬礼上,许锦衡虽然和何超琼早就离婚了,但他的父亲和赌王的关系却非常亲密。 哪怕是因为家里的辛苦,他都会来,可他却没有看到一直陪在他身边的李嘉欣。这次他没有参加仪式,外界认为他不敢来,毕竟李嘉欣的智商是自找的。何超琼的一个举动让他败了。 作为赌徒的女儿,何超琼多年来一直掌管着一个大家庭。自然,他不是素食主义者。这种李嘉欣的细心思虑早就建筑报端了,但他担心丈夫与前妻重逢。 毕竟,他们两个已经离婚多年,仍然处于恋爱状态。其实,就算许锦衡不是何超琼的前夫,他也会给游戏王最后一次。 毕竟,许锦衡的父亲生前与游戏王的私交非常好。 许锦衡和何超琼也是两位长老的艺人。 虽然两人最终离婚了,但两个家庭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。 然而,在游戏王的葬礼上,众人注意到徐靖恒并没有带李嘉欣。 要知道,这对夫妻无论参加什么活动都形影不离。 很多人猜测,李嘉欣应该是不敢来了。 众所周知,游戏之王为什么对李嘉欣有很深的了解? 他已经公开了。 李嘉欣不止一次被嘲讽,因为游戏之王一直对插手女儿和超琼的婚事怀恨在心。 在采访中,游戏王直言,讨厌的女人李嘉欣不如女儿和超琼。 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,李嘉欣一下子成了圈内的笑柄。 而没过多久,李嘉欣就在徐家门口顺利成婚。 游戏之王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 这场失败的家庭联姻,其实恰逢女儿的幸福生活, 所以他自然没有对李嘉欣这样的对待。 谁参与了他女儿的婚姻? 会出现什么样的表情? 李嘉欣因为他的实力从来没有反应过来, 只是在游戏王死后,他就不再容忍了。 何鸿燊葬礼后不久,李嘉欣在社交平台发帖深夜思念陈百香, 称他是他唯一的偶像。 同时,还附上了一张两人的亲密合影。 外界猜测,这些举动具有挑衅性和突出性。 如果陈百强真的是他的偶像, 为什么每年都在他去世的那一天不思念他呢? 而陈百强是何超穷一生的遗憾。 一提起,大家就会想到何超穷, 李嘉欣和许静恒一起努力了。 现在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挑衅隐藏,无疑是撒盐。 谈及何超穷的伤势仍是茫然不知所措。 带着父亲的悲痛, 李嘉欣晒出了一张陈百强的照片。 这简直是勾起了何超穷痛苦的回忆。 网友们都说李嘉欣太过分了。 何超穷和许静恒离婚这么多年, 他仍然以小偷的身份保护自己免受何超穷的伤害。 不过,我心里还是没有信心。 其实,难怪李嘉欣在职场上屡次阻挠何超穷的爱情。 他的事业稳步提升, 他在世界富豪榜上。 许静恒的父亲显然更喜欢前者。 儿媳,何超穷虽然不再是许家的儿媳, 但他和以前的岳父相处得很好。 离婚后还可以一起聊天吃饭。 李嘉欣虽然嫁入豪门, 但按照公共规定, 他和许静恒每个月只能领二百。 一万人的生活费, 没有工作, 只能靠啃老人, 所以只要何超穷还留一天, 李嘉欣就不会放过自己的防线。 说到底, 靠别人活着是永远没有信心的。 超穷至今没有回应, 只是因为我根本不在乎李凯欣想做什么。 如果我不回应, 那就已经是最好的了。 偏偏在独王举行追悼会的那天, 趁机在何超穷伤口上撒盐, 可谓是居心不良, 而对于李嘉欣的这点小心机, 何超穷根本不理睬, 至今都不回应, 因为不在乎, 是最好的反击, 让对方明白你在我这里什么都不算, 毕竟李嘉欣与何超穷的实力不能相比, 一个掌管上亿资产, 一个只能依附丈夫, 这也是来自一个女强人的自信和底气吧。